男朋友的好友圈有个很出名的女兄弟 好多男生的恋情都因为这个女兄弟变得风雨飘摇 我第一次露面时 他拉着我男朋友说 咱兄弟聚会你带什么女生啊 这妆化的你等很久了吧 还没等我施展 男朋友先动了 你都不化妆的吗 那么操 怪不得没有男朋友 梁静作为汉子茶非常有名 和陈浩在一起之前 我就听说过他好友圈里有个女生叫梁静 是这帮人的好兄弟 梁静是陈浩兄弟圈里的团宠 和他们打成一片 关系极好 好些男生的女朋友 因为男朋友和梁静关系亲近都闹过矛盾 导致原本稳定甜蜜的爱情变得飘摇不定 所以今天听到陈浩说 要带我和他的兄弟们见个面 互相认识一下的时候 我打扮了很久才出门 一下楼 陈浩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小静你今天也太好看了吧 我调皮的眨了眨眼 我以前难道不好看吗 陈浩赶紧拉着我的手晃了晃 当然没有 你每天都超级好看 我伸出食指点了点他的额头 好吧 我姑且就信了吧 然后两人相识笑了起来 快下车的时候 我问他 万一我和你的朋友们相处的不好 可怎么办 陈浩笑着开口 我的女朋友这么好 怎么可能和我朋友相处不好 见我没有说话 又继续 如果真相处不好 那我也肯定站在你这边 我笑眯了眼 这可是你说的呀 说着我们就往包间走去 门刚开 所有人的视线都看了过来 巴的男生中 独独坐着一个穿着松垮运动服女生 格外抢眼 平心而论 梁静这张脸确实挺美 大眼睛樱桃嘴 瓜子脸 加上没有化妆 有种清水美人的感觉 而我 长相更加偏向明媚大气 拨望卷 妥贴的妆容 以及合身的极西小裙子 我和梁静就像两个极端 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来 看看我女朋友 细进 陈浩笑着介绍我 来了 浩哥这女朋友 真是漂亮啊 大美人啊 快坐快坐 微笑着跟众人友好打招呼以后 正准备落座 梁静的声音响了起来 浩子 咱兄弟聚会你带什么女生啊 看这桩画的 你等很久了吧 快坐下歇歇吧 梁静又看向我 接着说 美女 你别怪啊 我和她的男生待久了 操惯了 原来你就是小静啊 我叫梁静 大家都叫我小静 咱俩名字这么像 该不会是浩子 故意找的相似的吧 喂 浩子 你真够兄弟啊 哈哈 我们兄弟之间开个玩笑 谢静你别生气啊 一连串的家枪带棒 还挑拨离间 茶味十足啊 正当我在想 要用什么样的人设 来面对如此汉子茶时 陈浩出手了 他先是帮我把座椅拉开 引着我坐在梁静旁边 再到我旁边落座之后才开口 谢静的名字 比你梁静好听多了 再说 我喜欢的也不是名字 我喜欢的是他这人 和他名字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那就忍者吧